034 电话 太极拳太极剑数百年来流行在我国民间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健身养生作用 为弘扬我国文化遗产 满足新世纪人们的健身养生需要 我公司特邀第11届亚运会太极拳表演总编导 国家太极拳太极拳比赛总裁判长 国际级武术裁判 我国著名太极拳家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教授李德印先生主讲 并与他的学生 91年首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太极拳冠军 第三届亚洲太极拳锦标赛 第12届亚运会 及全国太极拳大赛女子多连贯保持者 共获国内外大赛31枚金牌 被称为太极女神的高嘉敏小姐 93年第二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男子太极拳冠军 第11届亚运会及全国太极拳太极拳大赛男子多连贯保持者 获国内外大赛30枚金牌 被誉为太极王子称号的陈斯坦先生 及95年第三届世界武术锦标赛 太极拳女子冠军 949596全国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金牌获得者 范雪平小姐 以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太极拳冠军 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苏任峰小姐 分别示范表演录制了这套 阳式40式太极拳 国家题为审定的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孙式73式太极拳 传统阳式88式太极拳 49式武当太极拳及56式阳式太极拳等 太极拳太极拳系列教学录像带 及目前市面流行的超高清晰度的VCD片 供广大爱好者学习欣赏及珍藏 本系列片逐段逐动分解 讲解仔细示范清楚正背面教学 重点提示太极拳太极拳中的手型 剑法步行步法腿形及基本技术要领 调达太极拳动作柔缓如行云流水 打拳时心静体松意念清晰呼吸均匀 动中预静达到健身养生防身之效果 太极拳是中国武术运动中重要的传统项目 它有着良好的健身医疗作用 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国内国外都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 近年来随着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 传统太极拳套路就越来越显示出有不适应的一面 比如动作套路过长 重复式子过多 内容分布不均衡 人们需要制定一套更适合武术比赛的太极拳套路 中国武术研究院为了推动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 邀请了有名的太极拳专家教练员运动员共同研究 制定了各式传统太极拳的竞赛套路 我们要介绍的这套四十式阳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就是其中之一 这套竞赛套路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它的传统性 它很好的表现了阳式太极拳的风貌特点 使人能够感到这是某一种流派的传统的太极拳的在竞赛场上的表现 第二就是它的健身性 竞赛套路要根据人体的生理特点和现代体育的竞赛的特点 提高它的健身价值使人能够得到更全面的锻炼 比如我们在这个竞赛套路当中就增加了很多对称的动作 这就避免了传统套路当中偏于一侧一头尘的那种弊病 第三呢就是它的竞赛性 这套竞赛套路的制定 不管是在动作规范 动作的内容 组别 时间 场地上 都符合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 这样就便于进行体育竞赛 而且在内容上也适当地增加了难度 更好的反映了当前太极拳的运动水平 太极拳竞赛套路的制定 不仅推动了太极拳竞赛活动的开展 也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中的太极拳的活动 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欢迎 下面请大家先欣赏一下 四十市阳市太极拳竞赛套路的全套演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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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氏太极拳竞赛套路 拳套40个动作 分作4段 打一套大约需要5分半钟左右的时间 下面我们讲进行逐段的进行教学 首先请大家看一下 第一段动作的连贯演示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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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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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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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